原标题 现在成年后有一双漂亮的三寸金莲 当时人们把妇女裹过的脚称为莲 不同大小的脚就是不同等级的莲 其中三寸为金莲 三寸金莲被认为是女人最美的小脚 关于三寸金莲的起源 可谓是众说纷纭 莫中一世 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 就已经有了小脚的痕迹 传说大宇至水时 曾娶涂山侍女为后 生子起 而涂山侍女是胡晶 她的脚很小 又有传说 伤众王的妃子打起兽宠 光中女人便纷纷放笑 也把脚用不裹了起来 根据民间传说和历史记载 三寸金莲的起源有多种说法 请输入图片描述相传 秦始皇皇选天下美女时 就把小族列为美女标准之一 当然 那时的小族应当 是天然仙族 并未缠过 但由此可以看到 小族当时已经成为评价女子 美丑的条件之一 两千多年来 甚至在今天 仍有一度娇小为美的思想观念存在 据南史吉东昏侯记中记载 南吉东昏侯曾命宫女 用金箔剪成莲花贴在地上 然后 让备受宠爱的潘妃在上边走 一步一姿 千娇百妹 走过的路上 就像开出了许多金莲 这就是所谓的步步生莲花 虽然没有足够的史料证明 当时的女子已经缠足 但可以肯定的是 那时 已把金莲与女子之族联系在一起了 在民间流传最广的 是隋阳帝的故事 相传隋阳帝东游江都时 争选百名美女为其拉倩 一个名叫乌月娘的女子被选中 她痛恨阳帝暴女 就让做铁匠的父亲 打掷了一把长三寸 宽一寸的连半小刀 并用长步把刀裹在脚底下 同时也尽量把脚裹小 然后又在鞋底上刻了一朵莲花 走路时印出一朵朵漂亮的莲花 隋阳帝见后龙心大悦 照他近身 想玩赏他的小脚 乌月娘慢慢地解开裹脚步 突然抽出连半向隋阳帝刺去 隋阳帝连忙闪过 但手臂已被刺伤 乌月娥渐行刺不成 就投河自尽了 经过这一风波之后 隋阳帝下旨 日后选美 无论女子如何美丽 果足女子一律不选 但民间女子为纪念乌月娥 便纷纷搓起脚来 因此 女子裹脚之风日盛 这一说法在运河一带的民间广来流传 如同吃粽子纪念屈原一样 都是一种有可能的民间传统习俗 当然 目前史学界一般认为 三寸金莲还是起源于五代南朝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 简博赞先生 在中国史刚要艺术中说到 中国妇女禅族从五代便开始了 禅族是于五代之说 源自南唐李后主的一位嫔妃 传说 这位嫔妃能歌善舞 李后主专门制作了高六尺的金莲 用珠宝绸带阴络装饰 命他以搏铲组 在莲花台上翩翩携舞 而使舞姿更加优美 以上几种说法 虽然分歧很大 但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 就是起源于宫廷 可以说三寸金莲最开始是最高统治阶层奢侈的象征 随着时代的变先 三寸金莲才从皇宫内院走向了民间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